凱米颱風帶來的風勢跟雨勢 真的非常強勁 我們目前所在的位置 就在雲林陡南 現在這個情況下 真的是雨淡狂炸 現在在我後面這邊 其實這個產業道路的 正中間那邊 大家有沒有看到 鐵皮屋的那個地方 目前整個鐵皮屋頂 是露在水面上的 其他一樓跟地下室 都是在積淹水的情況 甚至有許多大卡車 停在廣場上 都已經被淹沒了 另外再看不到 我的右手邊這邊 其實旁邊一般來講都是農田 現在已經變成汪洋一片 甚至這個風勢 帶到這個雨勢的積水 這個波浪一波波的 打上這個馬路上 所以這個情況 真的是非常的嚴重 另外在我旁邊這裡 其實有一戶民宅 早上其實這個水淹 甚至積淹到了一個 Kamzan的地方 也就是要進到 屋子面的這個高度 甚至在旁邊 比較地勢低外的地方 水淹到小腿肚 但您來聽屋主怎麼說 這麼高 這邊 到小腿肚 對啦 這邊比較沒關係啦 好好 你們覺得這雨 到底要下到什麼時候 我也不知道 就沒來 沒來啦 那個路 大陸陰 你沒辦法啦 這裡沒有辦法 你們不需要撤離嗎 不用喔 不用喔 裡面爬到二樓上去就好了 好好好好 好 雖然開密颱風逐漸的遠離當中 但是夾帶了西南氣流 以及風勢雨勢 都還是持續在影響臺灣 稍早這個雲林縣長張立正在勘災的時候 表示雲林陡南這邊其實會集了五條河 由於山區下了非常多的雨 雨勢下到下游這個地方 因為來不及宣洩 加上抽水機也抽不了這麼多的水 才會導致在雲林陡南有這麼多處的雞淹水情況 所以民眾也希望這個颱風趕快遠離之後 能夠好好的來整理家園